哈喽大家好今天就由我Jaden 带大家看 上个星期在车坛的重点新闻 第一个新闻也就是上个星期 Proton 推出了他们一个升级版的 Proton Saga 俗称 MC 也就是 Minor Change 的一个版本 在三大件他是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变的 如果大家看到照片的话 你都可以看到Proton Saga 进行一个外观上 家族式的设计 也就是换上一个全新的Proton圆形的logo 还有增加一个空气套件 还有全新的一个轮圈设计 而在内装方面就是增加了一个 全新的气存主机在内装Graphic 上面有所提升 而其他配备主要升级的配备 也就是这个Push Start Button 还有 Keyless Entry 的功能 而价钱方面也就是有所提升 在每一个Spec 大概都提升了一个两到三千块 也就是从最低配的三十四千到四十四千左右 大家对这辆车有任何的一些详细的了解的话 可以看回我们上个星期的 对这个Proton Saga 的一个 First Look 的影片 第二则新闻也就是Lexus Malaysia 也在马来西亚发布了全新换代的Lexus NX 车款 它在马来西亚提供两个动力总成可以选择 分别是 NX 250 Luxury 和 NX 350 Export 版本 分别就是动力总成完全都是不一样 250 顾名思义就是采用2.5 Dynamic Force 引擎 它可以提供205PS 250 Nm 0-10 8.2 秒 而那 350 车型也就是搭载全新的2.4 Turbo 引擎 它可以输出280PS 430 Nm 动力 0-100也就需要6.8秒 所以两者都是匹配一个霸速 automatic gearbox 的非常的顺心 想要了解这款车的朋友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可以对这款车有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 因为我们在上个星期在Sepang 已经进行这款车一个详细的讲解还有试驾 大家可以从中看到非常多的一些动力操控 还有内饰质感还有高科技的一些配备 这台全新的Lexus NX 会在全马的Lexus Showroom 21号开始展放 各位老板可以到你邻近的Showroom 体验这款车 第三个新闻也就是奇瑞瑞虎 会正式进入马来西亚市场 我们最近收到一个奇瑞马来西亚的官方邮件 说明这个奇瑞瑞虎 英文名叫Cherry Tigo 7 Pro 会正式进入马来西亚市场 它这个定位是一个标准的C Segment SUV 对手瞄准Proton X70 CRV 还有CX5 等等车款 扎看之下这款奇瑞7 Pro 它有点像Pujot 因为它整体外观非常的立体 你看到它线条 它的视觉冲击感都是非常的好的 因为它采用非常高科技 还有符合现代人的一些审美的一些配备 像是它采用一种3D 鱼骨的头灯组 贯穿式尾灯 而且它整体采用非常大面积的水箱护罩 还有非常多的一些Chrome的一些失调做点缀 整体来讲是说得上不错好看的 内饰配备也是带着非常熟悉的 12.3 吋全夜景仪表 还有10.25 英寸的一个触屏主机 是带OS系统 而且里面还有Voice Command功能 也相信来到马来西亚会同样沿用这个系统 而且整体的内装上面 你可以看得出非常的有质感的 但是摸上去的感觉 就要等实测的一些感受 引擎方面它是采用1.6缸内直盆的 温尔轮增压引擎 它能够提供194PS 290Nm 匹配7-speed的Dural Cut Transmission 这样的动力总算来说相当的不错了 而我们收到消息也就是 这七瑞瑞虎8 Pro 7人座车型也会同时间在马来西亚发布 同级竞争对手来说可以说是 现在在马来西亚贩售的Mazda CX-8 T1 Allspace 和 Buildjob 5008 也会在未来马来西亚推出的 一个X90的同级竞争对手 而价钱方面我们相信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会带给我们的一些惊喜 你们怎样看 欢迎在下方我们去讨论 第四新闻也就是丰田的新闻 丰田在国际发布了它们全新的底盘 TNGA F平台也就是专位越野性能的一些车专属 也就是未来会我们在我国的Hilux 或者是Fortuner都会采用这样的底盘设计 这个底盘除了沿用同样的Ladderframe组合来组成 也同样提高了它的刚性 它的操控还有空间等等 我们参考一下外国版本 已经采用这个TNGA F的一些越野车型 像是Tacoma 4Runner 还有Land Cruiser 300 车型等等 它的越野性能刚性都远远超越之前的一些车型 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Toyota Fortuner 或者是Hilux 搭载这个TNGA platform之后 会损失掉它一些存在能力还有越野性能 如果更具有豪华舒适 还有更高科技的配备的Fortuner 或Hilux 你会更加喜欢吗? 第五这新闻也就是对于 最近想购买新车的朋友来说 应该是坏消息 因为SST Assumption 将会在下个月结束了 我知道MAA还在对政府进行一个延长的申请 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了 我们目前到现在金时金日还在面临芯片短缺 所以各大车厂的配预都不是太多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想要购买新车的 尤其是一些比较火热的车型 我们都必须要等待一个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而且再加上一些更加热卖的车型 甚至可以等超过半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现在买车 或者是已经订车 刚刚订车的朋友来讲 是没有可能拿到这个 SST Assumption 的这个回扣 即使没有这个SST的话 各大车厂都会有所提升他们的车价 你看最近马来西亚已经有各大车厂 上增他们的车价了 如果你是有了解外币兑换率的朋友来讲 你就会发现马币在近期内已经进行一个下滑 加加上车厂的一些钢材 还有配备上的成本、生产成本都有所上增 所以难免价格上都会有所提升 所以在这个下半年了 我们在各大车厂都会看到所有的新车 进行一个车价上涨 而上增多少呢 我们就要等待一个官方的宣布了 好了 这一期就是我们360 的一些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出去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